PTD上有一名真男人 一日徒步宜蘭33公里 只為了抓寶可夢 網友們稱他是真神奇寶貝大師 他究竟為何而走 讓我們看下去 從宜蘭走到蘇澳 我從早上7點一直走到 大概下午5點 大概10個小時 就有點喚醒我男生的少女心 神奇寶貝真的很可愛 那你就會想要把他收集齊這樣子 原本以為走了這麼多路可以減肥 沒想到還是沒有瘦 但他說健康最重要啦 一兩年前就是有一次 就是終於發作尿結石 對 然後就是痛到 我被送到急診室 醫生就告接說就是我這個體重 如果沒有在運動或是保持正常做齊 然後多喝水什麼的話 那之後可能會痛風或是說 會有什麼腎臟一些疾病 自從前兩次這樣子進急診室之後 就覺得說哇我這樣下去 我是給家裡的人帶來負擔 在成為大師的路上 他跟路人一起抓到神獸卡比獸 還給了我們安安於夢想 讓我們看到實踐夢想的男人超帥 第一件事情就想說 打卡我要跟我朋友炫耀 朋友很喜歡笑我肥仔耶 所以我就說 那像我那麼胖的人我都走得完 哎 banner安 社群玩忍耐 魚蛋 Mene Mene losing me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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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ne Me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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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mene